地緣政治升溫 也讓國際金價不斷不斷飆漲 分析師非常看好挑戰三千美金 華爾街更是大膽預估金將 有可能會衝上四千八百美元 而位在臺灣新北市新店 網屋來山路旁的臺灣金庫 央行在這兒存放了四百二三 四百二十三噸的黃金 算是事實話 現在非常驚人 已經飆破了一點二兆 憲兵鶴槍實彈助手 後使高聳圍牆上架設通電鐵絲網蛇籠 店員一個個不放過營區內外 每個角落 周圍樹木遮蔽 外人無法窺探的綠色大門 背後戒備森嚴 不只是文員軍事營區 更是國家金庫 央行的四百二十三噸黃金 就存放在這 他都在玻璃櫃 櫥櫃裡面 他裡面確實有空溫 那個一塊都 我記得是十五公斤 那因為他的體積很小 所以說很沉 在新店網屋來的山路旁 這不起眼的角落 就是會動搖國本的台灣金庫 通過大門後 裡面只有一個出入口 圍城的密室 通過隧道後得穿越三道門 所有人都到齊才能開所進入 算一算世界排名第十二 這是當作新台幣準備金的四百二十三噸黃金 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底約六千兩百八十二億 隨著黃金價格飆漲 以十月二十三號黃金條快賣出 央行的神秘金庫已經飆上一點二二兆 五年內就賺了五千九百二十二億元 國際金價挑戰三千美元 華爾街更預估上看四千八百美元 也讓文元山區添了神秘色彩 小小金塊堆成國家命脈 記者綜合報導